王宝强与马荣的离婚案 持续了两年终于结束 但事情的热度却并没有随之消失 因为最受人瞩目的财产分割还没有开始 王宝强似乎胜选在我 一直处于暗兵不动的状态 而马荣总是活跃在各大平台 企图能为财产分割获得更大的娱乐 近日,马荣突然发表声明 控诉微博用户公益达人马荣荣 侵犯其肖像和姓名 声明中马荣表示 拥抱用户公益达人马荣荣 利用其肖像和姓名 发布了大量不实的言论 为其带来大量的负面评价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据了解,此用户利用马荣的身份 大肆评价其他的明星演艺人士 将战火延伸的其他明星 其中不乏一些当风明星中招 其中范冰冰胡亦凡 陆寒等被欺骂了特别 用词特别粗俗不堪 部分明显是谣言的事情 却摆上台面堂而皇之的 借助马荣的影响力 告诉别人这是真事 而这也是马荣大动肝火的原因 毕竟后院着火的情况下 谁还愿意在树立外底 暂且不令马荣在离婚事件中的正确与否 公益达人马荣荣 利用他人身份大肆散播调眼的行为 还是应该遭受到过去 这一次马荣的做法 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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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